這邊考DSE除了要帶新舊準考證之外 還要戴好口罩才入學校 入到學校就用酒精搓手液消毒一下雙手 之後就出事帶來的這一張健康申報表 給監考員檢查 並且要探熱 如果38度或以上過熱的話 就要走一旁 去到休息室休息10至15分鐘 用耳探多兩次 沒有發燒才給考 如果有咳嗽、氣速等等的症狀都不能入行 一般如果跑得急或者有劇運動的話 體溫通常都是去到37度半左右 所以就不會去到38度 想避免一些不必要度到體溫過高 一場虛驚的話 首先就是喝多點水 以及預早一點時間去到考場 入到市場監考員可以點名的時候 可以要求你暫時脫下口罩 看索完你的身份之後 其他時間都要帶回 否則就是違規 醫生說 雖然市場這裡多人 但也不用太害怕 桌子之間要有1.8米的距離 還有所有的考生都必須要戴口罩 向著同一個方向去考試 接觸到對方噴出來的飛沫 風險也是非常之低的 沒有必要再做一個戴眼罩的程序 絕對不需要戴N95口罩 長期戴兩三個小時的N95口罩 我相信大部分的考生是不能夠適應得到 真的很擔心桌面沾了一些飛沫的話 就馬上抹一抹 考完一科等著考下一科 可以去到學校安排的休息地方 但都不能鬆懈 口罩不能脫 和人聊天都不能 盡量去一些空曠小小的地方 不要聚在一起 有線電視機制